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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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Randy 教你畫出屬於你的溫暖故事 原本這片是十五要上片 因為工作問題而延誤了 非常抱歉 如果喜歡的話請繼續看下去喔 今天要做的是圓膠節的燈籠 準備的材料有 美國西卡、粉彩紫、保隆板、還有泡棉膠 首先我們先來構圖 這是用紅色來做燈籠 用剪子來設計 這次也想做在森林裡說故事 有說故事的狐狸和聽故事的兔子 還有鹿 標示的數字也代表說 需要先後完成的順序 以及黏貼的順序 我們來構圖 第一幕是畫森林、大樹、草地 先把它割下來 把割好的放在上面 第二幕是畫小鹿與花朵 這樣會比較好構圖 容易知道它的比例大小 一樣剛剛的步驟 把它割下來 建議用筆刀會比較好切割 用一樣的方法 製作第三幕的兔子與植物 和第四幕的講故事狐狸 把它割下來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看有沒有要調整的 先用保育利用板割小方塊 目的是用來堆疊層次 組合後 視覺看起來更立體 那我們就把它組起來吧 完成後 我們來看白天與晚上的樣子 這次的燈籠也有失敗不完美的地方 不應該用粉彩紙來做內鈴 因為紙紙太軟 紙上不夠停 還是建議用C卡紙會比較好喔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